去年底风光在南科举办扩厂典礼 护国神山宣告三奈米时代来临 但外资认为今年终端需求依旧疲软 加上iPhone砍单风暴冲击台积电 五奈米六奈米七奈米营运动能 2023全年营收恐怕呈现临成长 2023年对台积电真正最大的挑战 获利能力的部分 比如说过去的话台积电的毛利率 可能是从原本的40%多到50 甚至于说到去年2022年第三季 达到的60个百分点能不能够维持 甚至说运创高峰 这个部分其实才是大家应该去担忧的问题 1月12号法术会前夕先打预防针 瑞银最新猜测估算台积电Q1营收 继减百分之16 库存实在难消化放眼第二季 恐怕再继减百分之三至百分之四 不只瑞银花旗环球高盛证券 也市井营收衰退 就连股价也不乐观 过去巴菲特在买股票的一个策略上面 其实是持续的把持股给拉高 股价低于价值这样的一个角度来切入 外卫市所提到的这些现象 其实也都相当程度在去年反映在股价上面 所以也不用过度的担心 尽管外资维持买进平等 但也悄悄在修正台积电的目标价 瑞银调至690元 花旗则下收到550元 市场保守看待护国神山兔年首季营运 产业逆风之下 就看法书会上能否释出杂音 环宇新闻郭孙人陈品珍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请订阅按赞订阅